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工程师认为社故原因罕见 黄大仙区上个月12日晚上起多处大厦停电 大约2,250个客户受影响 中电案政府要求4个星期内交报告 华区内2条11,000伏特地下电纜先后发生故障 先是当日下午1点联合到至美东村美德楼的一条 系统随积隔离那条电纜 并且由另一条黄大仙下村龙光楼 至足原南村翠元楼的电纜接力供电 不过到夜晚8点 龙光楼至翠元楼的电纜都发生故障 经调查发现 两条电纜各有一个电纜接头 曾经受第三方外物干扰 令到绝缘功能逐渐受损 有工程师指出 做地下电纜接驳工程的时候 会用绝缘物料包裹好接头位置 然后会用泥土覆盖好 认为同区同日先后两条电纜都是因为同一个原因故障 十分罕见 第一种就是在路面有工程进行 有些人用一些机械 那些机械去坐地下 坐地下就坐到电纜 或者移动到它 第二种情况就不是由上而下 而是那条电纜本身 它所处的环境的泥土 它认为中电需要交代更加详细的细节 包括电纜出现故障前的处境 中电说事故之后已即时采取预外措施 包括提醒工地前线工人在进行第三方工程的时候 避免干扰地底电纜造成破损 今个月中前亦都会完成巡查黄帝星区内所有变电站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那地现时流行网约车平台 为市民出行提供选择 对于运输及物流局建议规管网约车平台 只可以提供的士 以及持牌合规车梁的网约服务 有议员建议政府考虑进一步开放市场 港人潘俊恩近年搬到深圳住 这日他打算去商场购物 先用手机在网约车平台找车 几分钟后就有车到达 网约车有分一口价 一口价就是无论地点如何去 中途有什么红绿灯 室车都好 价格都是固定的 服务态度比较好 价格比较便宜 我们可以用更低的成本 去坐车去到目的地 网约车有一个评分系统 如果你觉得他的表现好 你就给他好评 算是一个乘客监管司机的制度 这支在深圳的网约车车队 成立一年 有大约200架网约车 这日再有两名司机来认证加入 我们车队还会持续地帮你们跑出来高流水 车队队长梁诚说 市政府对网约车有明确的监管 而网约车平台为了吸引乘客 都会对司机有严格的要求 司机要文明用语 然后车内要保持整洁 要清洁没有异味 我们的车上面全程录音录像 然后我们的行程在交管部门也是有报备的 就是但凡发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全程都是有视频录像 或者语音都是有证据的 运输及物楼局这个星期向立法会 提交规管网约车研究文件 提出发牌规管网约车平台 只可以提供的士及持牌合规车辆的网约服务 有议员建议政府考虑 在要求网约车司机考牌的前提下 研究进一步开放市场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网约车的司机 其实你可能和的士司机一样都要考牌的 因为你做的那些东西都是一个 就是本质上是一样的 都是经营一辆泊车去载客 和你自己就是和我们一般的私家车 自己用自己去使用的性质已经是完全不同的 你是经营的 运输及民流局指出 乐意聆听社会持份者意见 在考虑各方意见及进一步研究后 为规管网约车平台 定定立法建议 无线电视记者导致命报导 命波者评 中方网络安全机构发表研究报告 举证美方蓄意散播虚假信息 将勒索病毒犯罪集团的所作所为 无别为中国网络攻击 捏造所谓的伏特台风行动 借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世界百年不予变局 大国斗争激烈 美国首握国际话语权优势 大搞认知作战 描据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反驳方言抹黑 让事实说话是最有效的方法 中方以严谨调查 回应所谓的网工指控 展现了应对美方 认知作战的新思维 华府和相关网安机构有责回应 不能回避问题 顺波写评 法国总统马克龙踩钢线 竖行地化险为宜 本来估计他所属的中间联盟同在 在国民议会选举空多吉小 结果竟然是取得喜出望外的成绩 所获以值数量由第三位升到第二位 只可惜马克龙的处境 由于是跳出了游祸 却是堕进了火坑 因为源自议会群龙无首 三大势力互且后腿 总统变得寸步难移 沦为挥挤鸭 马克龙算是阻止了极右翼执政 但是崛起的极左翼 恐怕还是会为他这个中间派 评添不少的麻烦 未来三年的总统任期 处处受到祭肘 又到中华雷影时间 适应火场环境是森林手救犬的必修博 吉林省森林消防总队 近日有三只手救犬 第一次进行跳火圈训练 我们一起看一下 爬梯轻轻松松 锅桥无难度 遇到火就无禁止训练 不要紧 试多次 增加难度 分度员拿出手救犬最喜欢的玩具球 奖励一下 这次有三只手救犬第一次进行跳火圈训练 分度员说是为了考验手救犬勇气 提升反应的敏捷度 体能和现场适应力 顺利通过之后就可以执行任务 无线电视机写 世界最贫疑灵长类动物之一的黑业猴 主要猜色是重庆 近日在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第一次拍到他们的暴雨过程 我们一起看一下 拍到电视片段里面见到黑业猴妈妈正是威捕小黑业猴 工作人员从中发现特别之处 因为小猴子生下的时候 在一岁左右之前都是金黄色的 现在已经变成了黑色 所以说明它的捕育周期是比较长的 而且黑业猴根本人类差不多 它基本上是一胎就一个 黑业猴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了 然后每年也有小的猴子出现 说明黑业猴的种群在不断的扩大 这也反映出他们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好 人物的干扰也越来越少 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的黑业猴 是典型岩洞棲息动物 现在全球不够3000只 中国占超过9成 其余在越南 无线电视机就在黄线河部门 这是中华辣警报导人 昨晚美国继续都强劲 当一升都是标普500指数 与纳斯达指数两个指数都是在创收市新高 昨晚苹果继续破顶 带动指数 纳斯提到做得好 但是杜瓷斯指数走势仍然反复偏远 简单来说标普与纳斯升 道指就跌 但是后请我们提到两个指数 升的两个指数是收市高位 昨晚的焦点就是联储局主席 鲍威尔出席听证会 特别提到利息太高的时候会影响经济 而且就业市场都见到很多迹象 开始慢慢疲弱放缓了 大家说是否暗示会减息呢 但是大家不要这么开心 因为看到昨晚的债息 十年期债息其实是升的 因为想想一下鲍威尔也是戴头盔的 原来他提到还要多些证据 是看到通胀回落 所以究竟是否九月份 好像市场预期那样减息 都还要再看一看 回来讲股 恒生指数刚才高开到90点 我们连续第三天下跌 累计三天跌了超过500点 今早早当然只要看实通胀数据 目前补衡指数 最新是17,667 升价是144点 高开之后升幅稍微扩大 不一定要留意 昨天我们恒生指数 就是下午未反弹过 但是去到17,600点 就是这个水平 已经看到有点阻力了 究竟我们能否再上呢 还要看成交去到51亿多 刚刚公布了内地六月份的CPI 居民消费格格指数低过市场预期 出来的数是0.2%的增长 原本彭博股升0.5% 现在是0.2% 就是低过市场预期 因为市场开始紧张物价 如果物价太疲弱 大家会担心 反映到内部需求的问题 当然PPI上游物价 就跟预期一样是跌0.8% 就是没有分别的 就是跟预期一样 但是CPI就低过预期 当然对市场说到尾有没有影响呢 暂时恒指是没有受影响 反围就进一步上升多了 166点进涨 成交去到挨近60亿了 好了 看看期货走势了 说了两个重点 一个是鲍威尔 一个是内地的通胀数据 至于期货方面 7月份升173 17,700水平 旗子都可以 但是内地股市要留意 最近拖累广股就是内地市 上证和深证 口头补充下 都是低开0.3% 看看汇约股最新情况 走势是怎样呢 ATM加上友邦加上比亚迪股份 都是高开度超过1% 撑着市场 最新腾讯升4元 友邦升4.5元 友邦升4.5元 友邦升幅稍微收窄 百度升7.3.5元 刚才没有那么厉害 走势突然进一步 升了很多下 8%进涨 待会出现是什么原因 1211比亚迪股份 升了超过1% 阿里巴巴升过2 升幅超过1% 整班百度是最醒神 我们看看6至10位 百度不如留意一句 我们看到他在大概一年低位显著反弹 消息都说了 要再查查 平保排第6位 股价都升到1% 美团升2.4元 建行升4先 网易升1毫子 工商银行升4先 4.3毫半 看看反映新经济股 恒生科技指数 最新升54点 3655点 科网股要留意汽车相关的一些新经济股份 为什么呢 因为看到刚才报道提到北京计划出台支持自动驾驶汽车条例 如果咨询得 就是说北京市想有些自动驾驶车在路上行走 意思 跟百度今天急升有没有关系呢 稍后再跟进 当然百度本身自己也有些消息 但是日前 百度的智能云日前宣布 民心大模型系列最新的旗舰版 将会向企业客户全面开放 总之整版里暂时都是百度最好 阿里巴巴和美团暂时走势都是不错的 赌业股也要留意 我们看看股价先 暂时个别发展不算很醒神 是金山银鱼升到百分之一 但是如果大家熟悉 赌业股也知道 两只银鱼和金山都是低位反弹 高盛亚报告提到 澳门博彩业 在今年1、2月录得强劲数字之后 4至6月份只及2020年和2019年 即疫情前都不够八成 相信和期间多予的天气 和内地旅客未必去澳门 去海外旅游 欧洲国家杯等等因素影响了 苹果概念股 我们也要留意 苹果我们提到继续破顶 市值超越微远 成为最大市值的企业 全球计 苹果概念股昨天做得相当不错 大家记得昨天信宇 表现最好蓝筹 今早没有那么有力 也是向好的 但升得不多 反而比亚迪电子升到2% 信宇提一句 它出货量的产品有两成增长 下集再说 各位早晨 我是王永琪 先看看一节最新消息 五中电证实深水埗 昨晚曾经出现电压罩降 终会调查事故原因并且自怯 回到本港 一个男人涉嫌在伊利沙白医院集警 五消息说 他因为留意的太太 呈放危态的缘故 一度想抢警窗自杀 最终被制服 涉事男人被制服之后 坐轮椅被压来医院的深切治疗部 再压上警车 警方说 事发晚上大约7点半 一个交通警察在医院调查一中下午大约4点 在旺角发生 涉及一个女伤者的交通意外的时候 一个男人突然情绪激动 用手袭击那个交通警 警员手捕受伤 消息说 那个37岁男人本身亦涉及一中交通意外 但事发在星期日 当时他驾驶电单车载着他太太 在王大仙农场上突然停下 后面的私家车怀疑收制不及 撞向他们 他太太最终重商入院 据了解 那个男人又自杀倾向 见到两个交通警察 在医院调查另一中意外 突然尝试抢去其中一个警察的配枪和自杀 被另一个警察阻止制服 他和两个警察事前并没有任何争执和沟通 有大律师说 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 抢枪已经构成刑事罪行 他抢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在法律上不是最重要的 抢枪就是抢枪 抢枪不是为了犯法的目的 他为了只是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相信法庭一定会给一个很大的 减刑的折扣给他 他又提醒 抢枪一般会控告抢劫罪 是很严重的罪行 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军报道 再提到深水埗昨晚出现电压罩降 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时 昨晚大约11点 位于深水埗的11,000伏特供电系统 绿德电压罩降 其间部分用户可能出现灯光转暗或闪烁情况 部分用户设备或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出现调制 中电就事故造成不便表示协议 将会调查原因 八达通下个月开始 豁免商用版应用程式商户 每个月头一万元交易的手续费不切期限 预计有八成商户受惠 不少市民买东西都会用八达通付钱 我觉得开电话不方便 我一抢一张八达通就可以用 都是快点 因为支付保留或微信 就是要用手机拿出来 然后要打开Apps 八达通就是一抢就可以了 商户用八达通收钱 每次要向八达通公司支付交易額1.5%的手续费 深水埗这间食品店 安装了八达通机700年 每日大部分生意都是用八达通交易 香港人说速度 八达通是快很多的 一抢就可以了 因为通常我们都做两分前生意 如果佔了我们1.5%都很重 都吃力的 下个月1日起 八达通豁免商户每月头一万元交易的手续费 八达通说 现在有八成商户每月交易額少过一万元 即是大部分小微企业手续费可获全数豁免 而这个安排是一个永久性的 我们是积极研究中 就是怎样可以将我们商用版的八达通App 他们商户收到的钱 是可以转回到他们的个人的八达通卡里面 这个做法呢 其实一个好处就是说 一 是有多个渠道给他 除了转到银行户口 亦都可以转回到他的八达通卡 作为一个日常消费的开支 近年陆续有其他电子支付工具加入竞争 有资讯科技家人士认为 八达通当行申草师有助提升他的竞争力 最多香港人已经在用 而且其实他的收费模式是用非足色的一些卡 就这样拍一下 而不需要我再开个App 再做一些数码的动作 诸如此类 那变成其实对于使用者的体验来说 其实他的的确确有他的优点在那 即低的一些transaction的急压之下 其实他的提验费再免了 其实我想是竞争力会相当之高 八达通公司说 撇除消费券的因素 交易额按年升百分之十 不担心其他电子支付平台的竞争 无线电视记者林豪杰报导 云南常见野生菌健手青 如果不当烹调下食用可能会引致中毒 医生提醒千万不要随便食用野生菌去 食用前最好拍照或留样 方便在出现中毒症状时提供被医生判定 外表是啡色切开原来内有乾坤 这种在云南较常见的野生菌叫做健手青 因为切开后呈蓝色而有这个名 大部分健手青都可以食用 美国财长耶伦去年访问北京的时候 就曾经到访一间云南餐馆并且品尝健手青 由于健手青含有志患毒素 所以烹调的方法很讲究 如果烹调不当后进食可能会引起中毒 有不少人会因为好奇而食健手青 亦都有内地网红用这个作为噱头吸引点击率 内地民众又怎样看呢? 对像小朋友或老年人 因为他们就是对这个很多常识了解不多吧 就很容易被误导 道德是有底线的 会无人自立的 绝对要法律制裁了 你害人害己呀 有医生表示 食用健手青后可能会产生幻觉 严重的话更加会危及性命 就比如说有脖腥疼啊 腹痛腹泻啊 这类的就是这个胃肠型在场间的 还有一个就是神经性的 他会产生幻觉 看到小人啊 晃动啊 精神异常啊 厉害的会出现肛护蜜啊 人会是意识丧失啊 到处会有生命危险的 他又提醒民众切勿随便吃野生菌类 食用菌类的时候要彻底煮熟 并且可以事先拍照或者留养 万一出现中毒症状的时候 可以提供给医生判断 无线电视记者陈介音报道 经济日报社评 特区政府逆下连续三年派发电子消费券 使用电子支付在香港落地生根 促使大批商户不再是只收现金 但是个别店东为了省成本 决定从头开始 科技有力协助提升效率 自省人手分析喜好 当局已经提供了不少应用资助 八达通公司昨日宣布 永久豁免商户首一万元交易的银行转账 相信是希望适度让利 以抵住同业激烈竞争 预料也有利社会缔造多赢的局面 文汇报写评 巴黎奥运7月26日揭博 中国香港代表团 曾举行授旗仪式 处理行政长官陈国基说 香港各区已经增添奥运布置 举办不同的活动 为运动员集气、打气 并预祝港队在奥运期开得胜 昨日的授旗典礼 和巴黎奥运主题装置揭幕 进一步升温本港奥运氛围 让市民关注港队 激励奥运建议奋勇增胜 再创佳职 提升香港形象 奥运热也是盛事 政府和各界要善用奥运时间 举办各类活动升温使道 提升市民运动热情 凝聚社会正能量 共度美好奥运时光 有四一集 稍后回到下一节新闻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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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